大家好,欢迎收听人生胜利组 我是你们的小片,Ki 每一位老师或者教授在课堂上教书的时候 手中拿的不是书本就是粉笔 不是粉笔就是白板笔 然而以色列有一位老师上堂的时候 手里捧着的居然是一个BB 或者你会觉得这个画面相当奇妙 但事实上这里背后有一个隐藏着非常暖心的故事 另一个教授叫做英格伯 当时正在以色列伊勒萨兰的希伯来大学教书 但是教教下,底下就传出了一个很响亮的BB声音 原来是因为有一位女学生带着BB来听书 或者是安静而严肃的课堂 令BB不是太适应 突然间就在教室里哭了出来 降下,女学生立刻站起床 打算把BB抱起,然后离开教室 顾不到这位教授现在 竟然没有骂到女学生 反而把BB接下来 温柔地安抚着BB 拥有五个孙子记忆格伯 似乎好识如何哄小朋友 BB激动的情绪慢慢慢慢转为稳定 乖乖地躺在她的怀里 而英格伯就继续专心上课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英格伯的女儿沙利特 当下坐在教室里面 把这个温馨的马面拍下来 她提到爸爸教的是组织行为学的碩士课程 因此有很多比较年长的学生 其中也有一些年轻的妈妈 而爸爸也会鼓励这些年轻的妈妈 带鞋子上课 时候英格伯抱着BB讲课的画面 也是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回响 网友纷纷留言大赞 她是一个完全关心学生的教授 也是见过最美好的画面 也有人说她是真正的VIP 也是最有价值的教授 面对外界的高度赞赏 也令到英格伯感到有点困惑和意外 因为这个行为对她来说 是在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 只是她想都没想过 她的小小举动不但感动了无数的网友 就连女儿都替她觉得骄傲 爸爸你是最好的 年轻的爸爸妈妈往往遭受外界移药眼光 然而外人并不知道 年轻的爸爸妈妈总是要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不单要兼顾学业 还要蒙于照顾小朋友 也为教授愿意站在年轻妈妈的立场去想 女生的举动真是值得大家学习 到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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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了